原理是光伏特效應,光電效應是紫金屬油,叫光伏特效應 太陽能的光電板基本上是三大區塊,G板、PM2極體、抗仿射層、金屬電體,用圖示來看 這邊有一個N型半導體,P型半導體,我想大家都知道什麼叫N型什麼叫P型 這兩個半導體裡面會產生一個空間電位,電位差,到時候我們收到光子的電子會往N極跑,電動會往P極跑 因為N型跟P型基本上就會產生一個空間電位 這邊一般來講都是以防反射膜,希望我們還沒吸收的可以到這個地方來 就是說不要它這邊反射過來,直接在這個地方進來 一般來講下面都還會有一些光學的東西,讓它可以在這邊停留比較久一點 所以如果你有在做一些光學的計算的話,你常常會算一些光子在跑的時候,讓它盡量多點時間留在這個地方 外面當然是有兩個電極,接運什麼,未電路的話就變成一個電路 當然有些太陽光電法不一定有N極P極,反正只要這邊有極性就可以增加了 一般來講我記得都是用N極的比較多,N型的啦,不是N極的 什麼叫P型半導體呢?這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這是電中性的,對不對 那極的話就四個四個,所以說就八個 那如果我們在極裡面加一些零,那零外面有五個電子 所以變成說有一個電子就無家可歸了,這個電子就更容易被激發了 但是記得這個東西還是電中性 它只是說它在外圍多了一個電子 但是它整個是電中性 這個東西因為多了一個電子,你就比較好就把它變成N型半導體 就是因為電子有個negative,就是N型半導體 那如果我們在裡面採雜的是鵬 那鵬的外面只有三個電子,所以它經格排列的時候會出現一個空位 這個就是多了一個電洞 這個叫P型半導體 所以N型就是多了一個電子 然後P型就是多了一個電子 因為如果說今天你的電子跑掉的話,你的送禮離子就是帶正電荷 那你如果是電動跑掉的話就是帶負電荷 然後這個時候本來就這樣子OK 接下來你把P型跟N型的結在一起 在介面上面,你的N型半導體電子濃度比較高 記得那些電子還是因為是多了一個電子 所以說可以比較不受那個限制 然後這個時候一會擴散,我的電子就會從N型半導體擴散到P型半導體 就這邊講的 你的電子會從濃度高的N型擴散到濃度低的P型 本來N型跟P型都是電中性的 這個時候你的電子從N型擴散到 這是因為濃度的平衡擴散到P型 這個時候反而電中性失去了 這個在中間的時候就產生一個空間電位 OK,了解吧 本來都是電中性的,雖然多了一個電子在那邊跑掉 不過它是電中性的,就是N型半導體 P型半導體電子比較少,它還是中性的 你把它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個時候會擴散因為物質還是要平衡 所以濃度高的電子會從N型擴散到P型去 這個時候就破壞本身的電中性,就變成電極性出來了 我的N型半導體帶什麼?帶正電 我的P型半導體帶什麼?帶負電 所以到中間的空間電位就是平衡的空間電位 到時候如果又有太陽打進來,接受到電子可以跑出來變成可以移動的話 這個時候電子會往哪邊跑?會往N型半導體跑 因為N型半導體帶正電 所以這個時候就產生一個電流了 所以這就是整個光伏特效應的效果 基本上你因為電子的濃度平衡 你會在接合區那個地方產生一個空間電荷區 這個時候如果說光子射進來之後的話 把我半導體本來間接好的半導體打出來變成一個導電的半導體的時候 這個時候它就會飄移 飄移的話基本上如果是在這個區裡面 如果感受到空間電位的話就會往N型飄移,就是所謂的光電流 就是利用這個原理產生一些電 很簡單就是講說如果基本上N型半導體的話會帶正電 而P型半導體會帶負電 然後光子進來的話你會發現說怎麼樣 這個電子就會往N型半導體跑 而那個電動,它往它跑就代表電動往這邊跑的意思 這個時候如果你今天接了一個外電路的話就短路了 如果說沒有的話接到別的地方就產生一個電極,那個電位差 這就是我們的開路電位差,因為這邊充滿了附電,就是我們的開路電位差 因為這邊充滿了附電,就是我們的開路電位差 這就是剛才我講的,大家把它看一下就好了 那當然講說它產生光電流的來源不是只有飄移,它還有擴散的 比如說在我們講說接觸的地方才會產生空間電位 沒有接觸的地方,外面這個地方還是電中性的 那這個時候如果有光打進來,它還是會因為一些擴散 如果一下子打到這個地方,打到很多電子,電子很多它還是會擴散 這個擴散或多或少也是會提供電流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說光電流裡面有三個機制,最主要的還是飄移 就剛才講的那個,那第二個就是說在電中性的地方,如果吸收到光電子很多 基本上它還是會擴散,只要電子在移動就是電流,所以它還是會有電流 然後電動也是一樣,在電中性的地方如果產生電動,電動會擴散的話,它也是會產生一些電流 所以說基本上這三個物理機制就是飄移電流,跟電子跟電在擴散電流 這三個就是我們的電流 所以說這邊講說半導體的三個基本的要... 第一個,你一定要怎麼樣,入射光子被吸收產生電子的電動隊 然後電子的電動隊在被複合之前,受到空間的電荷區的影響,產生什麼樣,移動 這個時候基本上就是裡面就光電流,然後這些分開電流傳輸到負載 這個時候如果說你外面有負載的話就可以產生電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